挖掘新闻内幕 挖苦新闻人物 我是郑鸿怡 我是于美人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挖挖挖挖 欢迎介绍今年特别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媒体工作者王磊德先生 第一位是律师赖方瑜赖律师 还有也是见识专家谢松散先生 以及另外一位媒体工作者 专跑社会的戴智阳先生 欢迎四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么我们今天讲说死刑逆转 那因为 这阵子被判死刑的还真是多 杀女友的那个47刀的那个死刑 然后还有那个夜店杀警案的 也是21个死刑 那这都是检察官求处 那只是起诉求处 那真正的判刑 21个真正判刑还没有 一个都不会 我在这里可以预告 一个都不会判死刑 我说最后 已经并转了 不是 那这样我们怎么讲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检察官很奇怪 检察官都求处死刑 对不对 可是我们现在都可以告诉你 这21个都不会 最后的结果都不会判死刑 这也是台湾比较特别的 就是检察官求刑 跟最后法院裁定判下来的落差 就是达成率其实是很低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想问一下 很多可以免死的新闻让人不解 也就是说 他们是发生了什么灵异事件 让他们可以逆转 OK 那么之前发生过一个许姓男子 涉嫌对同居的女儿性侵500次 然后又勒毙少女灭口 然后呢 这个嫌犯三年前因为被告性侵不满 先闯进少女顶楼家盖的住家 勒死少女后还假装成自杀 检警发现案情不单纯 抓到这个许姓嫌犯 当时他才坦诚说 一时失手用力过度 当时是用杀人罪起诉 一审二审都被判死刑 而且他的性侵原本也被判官 要2496年 OK 没想到这件事情 在最高法院的时候 刑事大逆转 台湾高等法院 更一审依杀人罪 改判无期徒刑 还可以上诉 那么当然了 这个高等法院的检察署 就要提出上诉 那这个就是很特别的 为什么一审到二审 都是判这个死刑 到这个第三高审的时候 竟然改判无罪 那我们就先简单讲一下 这个许姓男子这件事情 他发生的起因 我就很简单叙述 也就是说这许姓男子 他当时跟他的同居人 然后住在一起 这同居人有一个小女 就是小学的女儿 那当然他从这小 这个女儿从小学开始 一直到国中五年期间 他就不断的对他性侵害 对不断对他性侵害 那甚至他可恶的程度 就是说到国中的时候 这位他这位同居的女儿 还邀请同学来家里 来玩的时候 他都可以因为 从外面喝醉酒回来 直接把他拖到房间里去 对去对他性侵 所以说他其实这几年来 是因为这个少女 他自己平常有写日记的习惯 平常有写日记的习惯 所以他大概也有很清楚的记录 那甚至在这段期间里面 因为他爸爸在外面 等于分居状态 对 生父在外面分居状态 所以他还有不断的传简讯 给他爸爸讲说 他被这个叔叔欺负了 那所以说其实他爸 是非常非常生气 那也后面他爸去鼓励 本来是鼓励他说 跟警方去报案 那可是他不敢 所以后面是有他父亲这边去提出告诉 对他父亲 那个 不能说记录同居人 他母亲的同居人 提出就许姓的案子提出告诉 那当然后面好 这案子进入 我们讲第一关 警察官的程序 对 他前面记载517次 对 那问题是 讲起来很可恶 对 517次 517次就是一年一百多次 对 撒钢一次 对那 那当然517次你要怎么 有时候是口说无凭 我们真的讲你口说无凭 当然也许少女指正历历 然后可能他讲的都很真实 但问题是 在那么多年的期间来 他这个许姓男子 他也当然不是省油的灯 然后他也可以提出来说 我当时都会好好抚养他 我的提款卡甚至给他 认他领 对认他领 然后这几年来好像 这种感情如同这种父女 那当然后面这许姓男子交保之后 他还有去跟他身负求情 说你不要买了 对吗 我跟他鯊子 鯊子什么 你不要买了 但问题是他父亲 也坚持不接受这个条件 所以后面他交保期间 他就可能担心也东窗事发 最后终于一天东窗事发 或是说面对司法调查的时候 他走不过 所以后面他就回去 把他这个同姓的女儿给杀害了 而且殺害的那種手法非常非常殘忍 他是用他那種 人家一般人在捕那種山豬啊 那種野生動物的那種鐵絲做的陷阱 然後把他這個脖子惹死嘛 那當然我們後面就來講 你怎麼會說很殘忍呢 因為他改判 沒有判死刑的理由 就是因為法官認為 他曾俯育少女多年 這種俯養方式 這是俯育嗎 還是把他當成淨卵 對不對 這是俯育嗎 這樣子的俯育五百多次 不不不 可是他現在就說 五百多次是因為證據不足啊 沒有我們就這樣講 然後再來他說 然後你說那個殺他方式太殘忍 可是好 基調我們再討論 你說殺他方式太殘忍 可是高院認為說 他是沒有用凝虐的方式殺死他 罪不自食 所以你看嘛 我就說我們先不要討論後半段 我們把前半段把它釐清 然後後面進入檢方之後 我們當然講 可能以法律來看喔 性侵不會判死 只有單純性侵不會判死 如果只有單純殺人 也不會判死 但是你如果性侵加殺人 那是有這個機會的 而且機會很大 對好 那問題現在就開始出在性侵這一部分 對他前面五百五百一十七次 你根本罪證不足啊 對就是說等於是罪證不足 所以他後面 只判他一次性侵有罪 那是最後一次喔 第五百一十八次喔 也就是現在 爭議最大的那一次 也是爭議最大的那一次 那他只找了前面五百一十七次 所以後面性侵這部分本來判無罪的 好 瑞德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說一審二審判他死刑嘛 對 那後來發回更審 是因為五百多次證據不足 所以改判 那我問就是說 那當時檢方的證據是哪裡來 這個檢方的證據 當然是根據等於說報案的所 因為他曾經求助於他的 等於說生父嘛 他求助生父了以後呢 發現不對 生父還把他接回來住 住了以後呢 事實上這個許姓的這個男子 就刑凶這個男子 還曾經侵入了他住的地方 就是他生父的住的地方 然後因為生父發現他跑掉 請記住他有過這樣一個動作 為什麼這樣子 我為什麼這樣講呢 他來就是因為這個等於說 這個女孩子說他被性侵嘛 所以生父要求 就是等於說要告他 要告他性侵的部分 因為在他未成年的這段期間裡面 生父確實是可以這樣子 要遞女兒這樣告就對了 那麼這個許姓男子是說 要求說你撤回我的告數 你不要告我 因為我現在還在假釋 如果你告我的話呢 連我的假釋都被撤銷 我還會去扶殘刑 那等一下我要上官司這樣子 那他的最主要目的是這樣 我為什麼說他有一次侵入的機會 然後第二次又侵入了以後呢 再不行 他等於說沒有辦法撤回 高速的情況下 因為爸爸不肯嘛 生父不肯 他把他掐昏 再用鋼絲把他勒死 我要講的是 他第一次進去的時候呢 其實他就有進去的那個意圖嘛 對不對 意圖就是你如果怎樣 如果怎樣的話 如果不聽 那時候想要看 有可能 然後第二次的時候又重新又進去 又做一次這樣的一個動作 而且他是在外面等他生父離開的時候 進去裡面 他不開門還把門踹開 所以那個門還有被踹破的痕跡 因為他後來把他偽裝成是他自殺的樣子 然後警方去了又發現真的猛鬧 我覺得有可能斬過的痕跡嘛 所以覺得說 這個可能是有問題 所以九天後才把他給逮捕就對了 現在的重點在什麼地方呢 我覺得很多的網友跟我們一樣 是沒辦法接受這個官司的原因 是因為這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殺人 一個是性侵517次 517次其實是根據 包括他的日記跟他的等於說說明 那時候跟警方檢查官這邊說明 他是什麼時候 怎樣怎樣怎樣 算出來就對了 那死人不會講話 最不公平的地方 我們法律的司法院的天平是兩邊一樣平等 理論上來講 嫌犯被告跟原告應該是平等 可是死人不會講話 所以在你被告 怎麼狡辯就對了 現在重點就在這個地方 好517次呢 其實他那時候 我們剛剛講嘛 判了2496年嘛 2496年是因為一罪一罰 跌跌跌跌跌上去 可是理論上的不好 我們最多就是關30年 就是這樣子 然後可是呢 他又有個殺人因為他把殺害嘛 殺害的時候呢 因為死刑 所以在一審二審的時候判殺人部分死刑嘛 這個部分判無罪 但是呢 你的刑期還在 可問題是為什麼檢查官沒有在上訴 為什麼檢查官沒有在上訴 原因 因為當時認為說 關警就是死刑嘛 所以我這30年跟這個死刑來講 我何必在上訴 因為判死刑了嘛 我就沒有針對這部分在上訴 是呀 為什麼 這個部分到了最高法院的時候 這個無罪517次性侵的部分 定驗了 無罪 可是在殺人的部分又發回更審 結果現在變成死刑 變成無期徒刑 結果說必517次的性侵都沒有 這後面還有一個更可怕的地方 為什麼 如果說只有這樣的疏漏 也就算囉 結果只有一次的性侵是成立的 為什麼呢 因為是 就是在這個517次的最後一天 9月14號 某某年9月14號那一天 起訴的時候強調 9月14號之前的517次 對不對 可是只有9月14號這一天 有所謂的經驗 那你性侵成立對不對 高院把他判三年多 可問題是最後 還是最高法院把他判 無罪 駁回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9月14號之前 我們就來說文解制了 9月14號之前 不包括9月14號 所以對不起 我不能沒有起訴的東西 我給你判刑 駁回 這個叫訴外裁判 所以駁回 回去了以後哪裡 那你自立地檢署 你要自己重新調查 重新起訴 結果沒想到沒有分案 沒有分案 8個多月也沒有分案 也沒有起訴 這個案子如果不是 沒有人知道 因為疏失 檢方的疏失 對 沒有人注意到這個案子 檢方的疏失對不對 那我請教賴律師 我們從法律的角度 我知道如果從人性道德的角度 這個許賢是罪無可犯 對不對 把同居人的女兒殺了 又強姦 可是我覺得犯罪貴在證據 對 沒錯 那你說那個女生有寫日記 然後有跟爸爸講 傳簡訊 可是這如何能成為證據呢 我想做兩個澄清 第一個當然就講證據 第二個就是說 他到底是不是強制性交殺人罪 為什麼剛才小戴去提不一樣 他不一樣是 強制性交是強制性交 殺人是殺人的話 他叫不一樣 對 但是強制性交而殺人的話 他就是死刑或無期徒刑 那強制性交呢 是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所以你看他行度是非常的不同 因此呢 這個案子的關鍵在於 強制性交罪到底有沒有成立 他才有辦法去了解這個結合犯 就是強制性交的殺人罪有沒有成立嗎 好 那現在目前517件全部都無罪 用證據不足 那鄭大哥就問了一句 為什麼會叫證據不足 性侵案案子絕對是一個密室犯罪 不會有任何人在場 第二件事情 強制性交罪有第二個特色 他的證據永遠是孤證 就是被害者指數 幾乎都叫孤證 好 第三件事情 所有的性侵案子幾乎都是回推 因為很少人 熟識者性侵害的案子裡面 馬上報案 幾乎都是過了很久 你看517次 那516次以前 你為什麼沒有求助 熟識者性侵害就有這個特色 好 所以呢 強制性交罪的案子 熟識者性侵害高達七成 那定罪率多少 其實是不到一成 那換句話說 在我們性侵害防治中心 所被通報的案件量 直到司法到定驗 有罪丁言這件事是非常少的 都是問題就出在證據不足 那我們講證據要需要有哪些呢 當然你有強制性交 可能譬如說剛才講的經驗 體義的部分 第二個呢 可能身上如果說你有說不願意 你的抵抗是什麼 那我說日記可不可以 其實是我們目前 信件案子裡面最常用的 日記或者是有創傷症候群的 心理諮商的報告 或者是他曾經有留下 一個往返的書信 或是一個email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對我 舉例這個都會是一個證據 但是我認為有一件事 我認為性侵害因為他的 孤證跟密室犯罪的一個特質 在對性侵案子的犯罪特性 的證據的評價 司法應該採取比較寬的一個看法 我個人是這樣的觀點 那這邊是不是有過度 你看性侵害500多次 而且你還把他殺死 這件事情難道 這樣的證據的評價 是因為 只是因為日記不夠嗎 其實我們很多案子 是這樣是被成立的 成立的 對 沒有啊 可是這個過程裡面 是檢方的一個 那就是第518次 因為你沒有再上訴 所以那邊變成就是 你沒有上訴就是定念了 另外一個案子 所以現在要追究責任 然後要重新起訴 我們先休息一下 他們現在就 聽說這一件要重新起訴 這檢察官這樣有沒有責任 他有責任 他們出夫 未來分案 阿瑞德 是 因為他是同居人嘛 所以照理說他有一個媽媽 會保護他嘛 沒錯 那媽媽咧 母親其實這個 我們媒體報導是 他後來在2010年的時候呢 因為得知了 女兒被性侵的事情 受不了這個沉重的打擊 所以在2010年的時候呢 他也上吊自殺死亡了 也就是說媽媽沒有辦法 他可能承受了很大很大的壓力嘛 對不對 所以他沒有辦法 那還讓這個女兒繼續跟這個辦法 很多的悲劇 跟這個季婦住在一起嗎 很多的悲劇 你會認為說 那就回去跟生父住就好了 對不對 很多的我們台灣地區 這麼多年來的發生的悲劇 都是跟我們想像中不一樣 很多事情我們想 當然有會認為說 你生父就應該要怎麼樣啊 或生母就應該要怎麼樣啊 那是我們的想法 可是有時候在 人在屋簷下 不得不低頭的故事 其實是很 超乎我們的想像之外 那現在問題 有些媽媽那時候其實是很懦弱啦 有很多的媽媽 不是像我們想像中 可以出來保護子女 據理力爭對不對 那抗政到底 不是每個事情 每個人都像我們一樣完美的 一方面同居人感情背叛 對沒錯 二方面他又很丟臉 對沒錯 第三個是他沒有辦法保護你 又很自責 這件事情上面 我覺得另外一個 讓我無法釋懷的地方 在什麼地方呢 當然我不會言說 我個人是反廢死 因為我覺得時機未到 台灣如果已經到了一個 等於說我們到了一個 全民的共識 或者是說 從民國38年一直到今天 台灣地區的看守所監獄 這些相關的情質單位的 這個拘留所 這些監禁的地方 總共跑了500多個人出去 你現在何以告訴我 而且台灣的遇政如此的敗壞 這十幾年來 不是說的很好聽說 台灣遇政已經改善了嗎 繳政署所屬的 典獄長跟副典獄長 直接在賣 你知道嗎 這過去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嘛 所以你叫我如何相信 你在監獄裡面的文化呢 所以在那種狀況下就是 在判決的過程當中 我無法接受一個理由 說在因為他是情同婦女 要照顧他 照顧他的方式是用517次 甚至於518次的性侵的方式 來凝虐他嗎 然後殺他的時候 殺他的時候說 沒有採取凝虐的方式 這我各位請聽清楚 他殺的方式呢 不是說 我不小心棒子打到你的後腦勺 然後你昏倒不小心就自己死掉 不是耶 他是先把他掐昏 再用鐵絲鋼絲這樣把他硬擠洗 來我們先講 這個不叫凌虐 那什麼叫做凌虐呢 這樣死刑逆轉 這邊有一個犯後態度 阿神塞都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你看過的很多 因為法官針對殺人罪審理發現 這個凶嫌說 他跟被害人同居10年 情同婦女 剛才講了 還提供金錢給少女花用 那沒有錯 這個被害人 這個加害者 性格兼具善惡 他有善的地方 仍有可教化的可能 且犯後態度良好 還說想念少女 表達回憶 被你想念 我都覺得好恐怖 這個只需要演技就可以了 這個只需要演技 因為他這樣演 然後呢 而且他非情劫最嚴重之罪 所以可改判無期徒刑 所以呢 現在一般法官判 他最主要是看 第一個 因為現在廢死 好像跟反廢死 兩個競爭 好像現在 又加上一個聯合國的 這個什麼 人權的公約等等 好像變成 這個廢死 他等於是比較高漲 我覺得啦 你廢死要有配套 配套 至少你要配一個 終身監禁 至少你要配一個 五百多人跑不掉 你要配一個 終身監禁 所以呢 現在只要 第一個呢 你在法庭上 你表演也好 看你這樣哭哭啼啼的 跟他跪下來 你就可以免死了 為什麼 因為看你 你有懺悔之心嗎 然後第二個呢 可能私底下 就跟家人 好了 我們和解了 只要你給錢 家人可以不講話 你就又可以免死 因為對很多 反對廢除死刑來講說 你廢死 就是等於15年 對 沒有錯嗎 對 是不是就等於15年 對 因為假死 就是說目前針對於死刑的判斷 為什麼會最近有很多最高法院發揮的問題 因為有第一個程序上關於量刑死刑這件事情是要經過辯論的 那你有沒有經過這樣的一個法定程序去做這個死刑辯論 那這個死刑的辯論 那這個死刑的辯論有兩個最高法院好像有開刺兩個罪死刑辯論庭 那麼他討論就是這個兩公約就是98年我們簽的這個死刑法把兩公約變成國內法化之後呢 他有一個地方這個兩公約去提到說死刑你還有保留死刑的國家 你必須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它是不是一個情結重大之罪 情結重大就是一個最大判斷 那第二件事情他認為刑法不是以報復為主意 它是以所謂的教育 它有沒有任何教化的可能 也就是教化遷善就是改善的可能性 因此現在所有的死刑案件幾乎都會進入到一個論辯 他第一他是不是一個謀殺案件 也就是人權委員會去提到 他是不是一個謀殺或者是謀殺致死的案件 這是第一個判斷 第二個判斷 今天的死刑是不是今天國家你最後的一個手段 這個手段裡頭就是罪無可患求其生而不可得的一個情結 他才會有可能進入到今天用到刑法的最後手段 才會用到死刑 所以現在我們今天也所談的案子幾乎都論辯到這兩件事情 來那我問你你剛講生死辯論庭最高法院會召開生死辯論庭 這邊有一個宜蘭的男子沈文斌前年要找太太 撲空找不到結果他就遷怒 因為他認為這兩個人一定知道我太太在哪裡 竟然不告訴我OK不肯透露我太太的行蹤 主要跟弟弟聯手把他們兩個給他溺斃 溺斃之後呢這是重大惡極吧對不對 跟你無冤無仇然後呢他就一二審都被判死刑 後來果然就像賴律師說的 最高法院召開生死辯論庭 我們這樣不知道有家事法庭還有生死辯論庭 看來我們只有經過家事法庭也算是幸福 生死辯論庭很恐怖 不是每個人都像有那個機會的你知道嗎 生死辯論庭 結果呢這一庭開下去之後呢 律師卻以他為了找妻子證明心中有愛還能被叫化為理由 那麼請求撤銷原判決 果然最高法院7日撤銷前審判決發回台灣高等法院更審 理由是因為他們這位兄弟產生殺意的時間點不明 還有他所犯的符合兩公約的定義就是你剛剛講的嘛 情節最重大之犯罪 所以呢就發回更審 那問題是這個太太的心情是什麼 他是飽受家暴感受不到愛 只感覺丈夫令人窒息的戰猶豫 而且他的失控行徑就可以奪走兩條無辜的人命 最高法院卻大逆轉發回更審 這樣可以保住這個家暴婦女 這個案子因為我印象中非常深刻的原因 是因為他在我住的地方的社區外面的一個 那個醫院的停車場抓到他們兩個 然後把他們吹了以後呢 再把他們活活的密閉的弄死嘛對不對 我們會不會認為說兩條人命很重要 會啊 那為什麼你會覺得說他情節好像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等於說殘酷 沒有那麼恐怖 沒有那麼虐殺 為答不可叫化 當然把他密閉還不叫虐殺 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現在殺四個人不用判死刑 現在殺四個人殺三個人 剛剛這個殺兩個人嘛對不對 現在殺一個人更不要講了 你知道嗎 殺一個人強姦也不用 很多我都不懂 為什麼不打 為什麼他會認為說他沒有虐殺他 所以智陽 為什麼說他平常是一個打家暴的人 太太走到死 結果說他還回去找他 我就證明他心中對太太有愛 這個我真的才看不懂你 這句話真的 什麼叫做證明 想找太太那就叫做心中有愛 那很恐怖 罵事情打是愛 搞不好他找到太太死的人 不是那兩個人 我覺得現在法院說 每次都用這種所謂的這種 不管你什麼心中有愛 有沒有回憶這種做判決 就是說判決理由之一 我覺得會引發一個連鎖下 我跟你講 因為現在我們講說犯案都算智慧刑犯罪 甚至很多人在犯案都已經會 預知到自己後面可能會怎麼被判 那好 未來這些罪犯 可能家裡都有兄弟姐妹 都有父母 我只要每天說實在話 我比較聰明 我每天買便當 等於給北部吃飯 那後面我縱使在外面殺了三個人五個人 那搞不好這一條都會成為他脫罪的理由 好孝順喔 還有善良的部分 他好孝順喔 每天會買便當給父母吃 或是說他可能說 不管是他搶來的錢 或怎麼樣來的錢 可能給弟妹付學費 這個都可能變成他 我覺得這樣不對 其實我們剛剛有一個討論點 就是說這些人之所以不至於死 是因為他沒有犯到兩公約的 所謂情結最重大之犯罪 對不對 那可不可以請教教律師 那什麼叫做情結最重大之犯罪 好 其實我這邊有看到一個最高法院 他們當然認為說 這有兩個論辯 人權委員會呢 針對謀殺事件 或者他就是謀殺或謀殺致死的事件 他們才認為這叫做犯罪情結最重大之犯罪 但是最高法院並不認為是這樣 也就是說這個犯罪的情結最重大 他們是倒過來講的 也就是說 不是說謀殺罪才能判死刑 才有判死刑的可能 不是判死刑 他們認為說 只要這個犯罪的情結是重大的 我其實法院我還是可以判死刑 這目前很多的死刑辯護人 都在答的就是這件事 所以什麼叫做 這是由法院來做認定 第二件事情我在提供各位一個看法 心中有愛 它為什麼會變成是一個判斷依據 因為呢 除了我剛才講 兩公約的死刑的論辯之外 它還有一個就是心法五十七條 有十個條件去做判斷 也就是第一個 這個犯罪行為人的知識程度 他的動機 他的目的 心中有愛就是在落上 當時的動機跟目的 第三個呢 他當時所受的刺激是什麼 你為什麼會去犯下這個犯行 你所受的刺激是什麼 第四個 你跟被害人的關係是什麼 還有你包括你剛才 我剛才所提的脾性 還有你的犯罪手法手段 以及你犯後有沒有態度 這些都是 犯後大家都也會假 犯後大家 所以你就會發現 可能超經文 對啊 然後就心中有愛 寫個回過信 我以下來道歉 或者是 跟家屬過來來教訓對不起 寫著明信片 就跟人家對不起 或者是受洗等等 那我講一個我自己的案例 等一下好不好 這個案例等一下 好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你講一下這很嚴壽 你跟中文這樣 我跟台中文這樣 我跟台中文這樣 輸到四個無法 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那麼剛剛講的這個是 我們不能理解的判法 因為現在性侵案要起訴很難 被判很難 對 因為我認為說 其實性侵案 有剛才我所提的一個特殊性 所以我認為法官 針對於性侵案子 他們在做法律評價的時候 他必須要爭取到 被害者他很難以求助 你知道他們不起訴 多半說你的陳述前後矛盾 譬如說517次 我可能日期就記不得清楚 那你的被害者指數是有瑕疵的 他可能就推翻了 第二件事情他會懷疑你說 你為什麼當時不求助 所以覺得這應該是兩相情願 可是很多的被害者 就是不敢求助啊 何況是熟識者性侵害 他認為他的求助是會被報復 而實際他是被報復了 這個是母親的同居人 跟一個小學生會兩相情願 你是人生經驗是這麼特別嗎 所以在這裡頭我們會認為說 他怎麼說服自己說 這個女孩子是兩相情願 沒有辦法 他認為說他沒有抵抗 有的人就喜歡父愛 他講父愛 有福慾之實 對 福慾之實 可是他實際上都沒有看到 那就是權力結構 他不敢求助的過程 那個才是造成的原因 其實我覺得檢察官也可以問法官 就是說如果這是你女兒 不是 所以我會認為說 你怎麼想 你會判他無罪 檢察官會在法庭這樣問法官嗎 檢察官也不敢惹法官 是嗎 可是你是為原告爭權義的啊 被告有律師啊 你是原告的辯護的對不對 沒有 他變成 其實這是我們覺得可怕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 我們也有那種有人情事故的法官 可以這種判法 他完全是脫離人情事故 純粹就在那個法條上面有沒有 至真俱拙的那個東西 最高法院召開生死辯論庭 律師以被告為為了找妻子證明 心中有愛 希望能夠這個不用怕他死刑 律師當然會為他的被告這樣子做 對 沒錯啦 那你作為這個原告的辯護 檢察官你應該要發言啊 對啊 檢察官要發言 要立爭 那我剛才就是在講說 這種 當然我講檢察官針對於 包括最近的那個案子 他就提到說 最近的司法判決越來採越來越寬 好像只要隨便就可以原諒 就有提到這件事 那我就講我曾經所遇到的一個案件 那其實他那也是一個殺棄案 跟這個有點雷同 他那怎麼說呢 他是 你知道我覺得 有些被告真的是智慧型犯罪啦 而且這麼多的媒體 越來資訊越來越公開了 大家好像都有樣學樣了 那他是怎麼做呢 他殺死他老婆的時候 他就故意寫下自己的遺書 可是實際上寫遺書只是寫而已嘛 他說那我吃安眠藥 可是一咬他就行了嘛 他就行了 但是他說我有沒有吃 有啊我有吃啊 但是也沒有去驗他胃裡面 到底是真的有沒有吃 多少的量 多少的量 但是他就說有 我有遺書 然後我有服用安眠藥 我是要謀為同事 我是要殉情的 我心中有愛啊 我是因為 就像台大那個學生 殺了女朋友當街 他說有啊 我本來是要自殺的啊 因為會痛 我割沒幾刀啊 這樣搞不好就不用死 他這個其實就會是一個量刑標準 確實 這就是一個犯後態度 跟犯罪當時的一個手段 以及他當時的動機 跟所受的刺激 這確實是一個量刑的一個標準 那那個案子呢 就這樣子 一開始就是 後來我們會認為說 很生氣啊 你明明就是真的把太太 帶到山上去殺死他 你就是故意的嘛 怎麼會 怎麼可能他怎麼會謀為同事 你跟他已經分居這麼多年 那麼久了 你怎麼可能會謀為同事 可是實際上 他就是留下一個遺書的證據 第二件事情他跟法官說 我真的很愛我老婆 我是失手殺了他的 好這樣子就從死刑沒有判 就判無期徒刑 逃過一死了 真的是逃過一劫 那被害者家屬真的非常痛苦 那他就帶著那個遺照到了法庭 你說法官要有什麼感覺 法官還是一樣啊 對 所以被害者家屬確實是非常痛苦 我們現在無期徒刑是30年嗎 無期徒刑25年的假釋 25年假釋 25年可以假釋 可以假釋 但不一定他可以被假釋 有期徒刑最高30年 所以這個無期徒刑至少要關25年 至少25年 有期徒刑最高30年 一半15年可以假釋 那無期徒刑就是說 如果沒有假釋你就關到 25年 繼續關嗎 繼續關 繼續關到這樣一直嗎 關到無期 你可以假釋為止 對啊 如果沒有假釋 他一直沒辦法假釋 關到敲片子 就是在那邊撈 但是通常不會這樣 通常食物上不會關到 無期永遠關在裡面 通常食物上不會這樣做 因為我們的監獄太滿了 對 我們監獄客滿了 超過 我覺得這個案子裡面的癥結點 就是法官他們在審判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立場問題 就是你有沒有將刑比刑 涉身處理 如果真的是你的女兒 你的親人 這樣的話你會作何感想 應該用這樣的角度來 你現在用法律 因為法律有的要求是要求證據 而且它構成要件有時候很嚴格 很嚴格 所以你要去追蹤裡面 可是問你我們的法官 那就是要求訓練 他們不要有個人主觀判斷 不要太有個人的主觀判斷 對不對 我們也不希望它是自由心證 你這樣講的話 那為什麼他們對這個被告 就認為說他們還有良心為民 那還是主觀的判斷 當然是主觀 那再回到一個 其實也有一些被判死刑 大家反而是同情 希望他不要被判死刑 這個也是很特別 那你說法官要怎麼辦 他還是要根據他的專業 我舉個例子 最近有個殺父親的案子 那一件 51歲的真性男子 長期對妻子家暴 晚上又喝醉 揚言要把妻子的頭扭斷 所以呢 大兒子已經23歲了 他擔心爸爸真的會對媽媽不利 於是清晨6點50分 拿50公分的長刀 把正在房間睡覺的父親刺死 然後打電話報警 他在警局神情茫然 直說心情很矛盾 但為了保護媽媽 只能選擇動手 也就是說這父親長期家暴母親 那大家會覺得說 為什麼不通知社會局呢 他說有 他說從他記憶以來 爸爸就會打媽媽 那麼曾經把媽媽打成腦震盪 平常在家經常在磨刀 拿刀子呢 砍椅子敲牆壁 恐嚇孩子說 我們大家出來吃飯了 我們情 這是我們幾個 最後一頓 最後一頓 長期全家活在家暴英語 他說他有報警處理 但是爸爸很會偽裝 警察社工來了就相當正常 等人走了之後呢 照樣家暴 因此他覺得社福機構警察系統 通通幫不上忙 那麼他還難難的說 我小時候懦弱不能保護媽媽 這次萬一爸爸真的傷害媽媽 怎麼辦 我不能忍了 所以他是一個目睹家暴的一個目睹兒 他的害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然後再來最可悲的認為 公部門沒有作用 那因為這是發生在高雄 對 不過這個對公部門是不公平的 因為實際上他們有報警 有處理 可是到人家真的要來處理的時候 都說怕這個動作 會報警的動作 會刺激他老公 會刺激他老公 然後到時候會不會對孩子怎麼樣 所以都在臨門那一刹那 自己退縮了 對 連續退縮了三次以上 對 後面你看這案子發生之後 其實他的鄰居 左又連鎖 全部都跳出來 因為其實第一個 鄰居跳出來指證的有什麼 第一個 他爸爸確實常常打他媽媽 長期以來都這樣 有酗酒 這很清楚 對 酗酒 大家人家裡頭都知道 第二個 這個小孩 從以前到現在沒有情歌紀錄 還很乖 也乖 照顧媽媽也乖 所以說 基於至少有這種 大家上百人的證詞 對 我跟你講這孩子 你看 一定是太無聊了 你知道嗎 你說要怎麼遠離他 我跟你講 爸爸有腳會走 你逃到哪裡 這種人他一定就追到哪裡 每人就我可以感同身受 他的 他們家的人 尤其是這個小朋友 對不對 他的感受 為什麼 我打我叔叔 可以嗎 你會認為不應該 你是不是應該認為不應該 他是長輩嘛 對不對 目前應該不應該 我講我們家自己 我自己遇到的例子就好了 我父親呢 從我出生以後 出生以前 就在日本當華僑 都沒有 一年有半年時間不在台灣 我媽媽就經營一個小型的雜貨店 在台北市的東元街 VANGA 然後呢 我很小的時候開始呢 我有一個很不成才的一個叔叔 他吃喝嫖毒 樣樣都來 喝酒訓酒 亂七八糟 沒錢怎麼辦 沒錢就到我們家的鋪子來 然後就跟我媽要錢 要不到了就怎樣 就翻桌砸店 最後一直到 我印象中很深刻 是到了我讀高中的時候 我在讀高中以前 我都非常生氣對不對 到我讀高中的時候 我有能力反擊了 有一次他又這樣做 那時候我們已經搬到板橋了 他又這樣做 你知道嗎 又來我家 這次甚至於登堂路是要打我媽 這時候我就把身旁的木箭拿起來 我就跟他講 你再不離開的話 我就把你打下去 就阿拉姆打著走 從此以後不敢來 我舉我自己的心路歷程給大家聽 就是說 你能怎麼樣 他是你的親人 也是你的叔叔 他是我阿嬤的兒子 是我的叔叔 我用輩分 他是我的長輩 可是我能不能打他 要不要打他 你站在我的立場上想 我會怎麼樣 我們家人會怎麼樣 所以那個孩子為什麼 他的鄰居會認為說 幫他簽署 就不可以把他判死 這個曾家的壓力很大 其實他們不是不想離開 他兒子有去租房子了 對啊 他們準備把媽媽把妹妹 然後他就搬出去 可是媽媽阻止 媽媽說 把搬出去怕氣 而且你知道嗎 而且你知道嗎 他很怕他 你知道洪穎 他那天是用什麼兇器 殺他爸爸 你知道嗎 不是說50公分長刀嗎 那一根刀子 是他爸爸 在他面前磨了 十幾年的刀子 就是那一根 你知道為什麼會用那一根嗎 事實上不是一開始 就預謀要殺他爸爸 那天晚上 事實上又 爸爸又說要殺媽媽幹什麼 他們又有報警 你知道嗎 又有報警 可是又怕爸爸又怎麼樣 所以又終止了公權力的介入 然後呢 這個兒子在想 我該怎麼辦 我該怎麼辦 他整個晚上難以成眠 先找了 其實前一天晚上 找了爸爸談沒用 所以後來一直想 我該怎麼辦 他整個晚上 後來等到媽媽出來的時候 從房間出來 要去叫家人 要準備早餐的時候 他進去 他本來是想找爸爸談的 可是經過整晚的焦慮了以後 我覺得他已經 其實有點憂鬱症的現象了 他進去以後 他心裡想 我沒有辦法了 你知道嗎 如果這樣 我如果不殺我爸爸 事情要發生了 已經不是爸爸了 他已經變了惡魔 如果再不這樣阻止的話 媽媽跟全家都會死 所以他才這樣做 而那把凶刀 就是在他心裡面 隱藏了十幾年的惡魔 其實 對不起 我們當然不能想說 我們是在編劇 可是有一種可能 當時他爸爸 真的抓狂的時候 有可能 你不知道他隨時搞不好 真的搞不好 不知道要死幾年 所以他兒子才會先 他當然也可能是嚇唬他的 但也可能成真 因為我覺得 我們的社會中 我曾經遇過這種人 就是說 外面的時候 都是好好先生 人家嫁得不錯 不吃分 不拔狗 不創什麼 不開雜貌 這樣子 很痛 事實上回去以後打太太的 是啊 這樣有親切很多 他們就要說 他們報警過 可是爸爸很會偽裝 警察社工來了 就很正常 人走了以後 開始又家暴 這個到底怎麼辦 等一下請教 來先休息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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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是真的不能怪那些社工警察 他來就正常假的 這怎麼沒辦法 其實我必須講 所有的家暴案件 很多人他是不會打外面的人 但他回家打的是 奇小 比他還弱的人 所以在外面表現良好 這件事情是常態 也不會說 在裡面打 然後外面也跟著打 當然這也很多 但是我覺得是常態 外面是一回事 裡面是一回事 那我有很多的個案 其實我也分享過 兩個是間諜情深的模範夫妻 那回到家裡 其實勞工打 就是要見血 就是一定要用美工刀割到 有血了 他這個暴力他才會停 但是他還模範夫妻呢 然後在模範夫妻 為什麼老婆要陪著演 陪著演 因為他離不開 他的離不開有好幾件事 我趁著 不配合演 又要見血 又要見血 那更難了 所以有些人是 昨天才打113 今天還陪他去 對不對 可能去領家 領個模範家之類 所以其實我要同樣 回應到真信案 就是這個案子 就是真信小孩子這件事 年輕人這件事 也就是說 為什麼不離開 這個媽媽為什麼不離開 很多人有幾個因素說 我為了孩子 所以我不離開 或者是經濟因素 或者是社會 第四個說 沒那麼嚴重 可是實際上從這個幹 沒那麼嚴重嗎 其實他已經拿他兒子的未來 再換這條命 換這個全家的安全了 那真的是為孩子好嗎 其實孩子在承擔所有的事情 就我所知 其實他是告訴社工說 沒關係你們不用處理 我的孩子處理就好 那你為什麼會認為 一個23歲的小孩 可以扛下這麼大的責任 沒錯 所以我會認為說 第一個 如果真的受報 像這樣的一個經驗 他洋裝在外面 說實際上你都有證據 驗傷丹也有 對吧 這些孩子也都是你的認證 所以不會是沒有證據的案子 即便他再怎麼洋裝 你還是有證據 那重點是 你怎麼去求助 好這個案子他也求助了 那為什麼沒有用 好沒有用 但我也不能怪這個受報婦女 是因為這是一個創傷反應 他認為沒有用 這就叫極德無助感 它是一個醫學用語 就是說我長期這樣子做也被打 那樣做也被打 好像我怎麼做都沒有用 所以換句話說 我怎麼做都沒有用 你警察也沒用 你法官律師誰都沒用 所以他本來就是會處在這種創傷的反應 他會很多的行為判斷都退縮了 所以他不知道該怎麼做 所以大醫師 我今年才知道說 11月25是國際的反家暴日 那所以11月22的時候 我有去參加他們的活動 那他們就說 專呆完 現在就有通報的家暴 有十幾萬件 可是那是有通報的 對 他說其實按照紀惠龍執行長 他是說其實要乘以七倍 黑數 黑數 如果是這樣就一百萬件 當然他說七成就是都是女性受害 有三成是男性受害 那我現在就講說如果這麼嚴重 就是家裡的老公 男人會打老婆這麼嚴重 那顯然家裡的小孩會看到 是目睹暴力 像這個曾先生 他小時候就是這樣看到 從小到大 那對小孩來講 傷害有多大 第二個就是說 那如果看到的時候 應該怎麼保護這個小孩 好我先講目睹暴力 而其實他的狀況非常嚴重 他嚴重在於說他無法說出口 因為我們多半被打受傷了 我才知道我叫受害者 可是目睹暴力兒的傷口 是沒有人看到 然後他也不知道怎麼去說 目睹暴力兒有幾個狀況 就是譬如說他的身心症 開始出現問題 他的學業退縮也有可能 學業退縮不怎麼樣 但是重點是他的行為能力都退縮了 這些創傷的一個反應 都是存在這個孩子的成長過程 所以當大人遇到這樣的事情 該怎麼做 我要講 你孩子在看似強壯或堅強 你都不要以為他堅強 沒錯 那個沒有掉出眼淚才最可怕 沒有掉眼淚真的很可怕 所以這時候你應該 除了脫離一個暴力之外 你應該讓孩子去接受自己正規的諮商 而不是說沒關係 他現在也很好 他找心理醫生 找心理醫生 他真的因為那個創傷 必須要慢慢被拉出來 浮出來 哭出來之後 他才有辦法開始被治療 像我很愛哭就不會 要找出來為什麼很愛哭 這個人從來沒有哭過 這個人從來沒有哭過 我有啊 怎麼沒有 有啊 我記得以前紀惠榮好像他們有做過一個研究 就是說那個受暴婦女呢 我想說 我記得以前 很早以前 還要驗傷單的時候 還要三張驗傷單 還有那種就是說 受暴婦女的那個求生包 OK 你裡面一定要放身份證 什麼的 要把把你趕走就拿那包就走 有中間收容的那個嘛 對不對 對 那個屁股所 那叫做我們稱之為安全計畫 對 裡面要放一些東西這樣 可是他說 很奇怪喔 真的要離開這樣子的一個暴力關係喔 要平均離開七次 對 譬如他們說 以前紀念會 現在收容三百的 就被家暴的婦女 都隨時都是客滿的 是啊 屁股所啊 現在都滿床 那滿床我們還有屁股所在暑假 或過年那一段時間幾乎都會滿床 對 因為那時候是高峰期 高峰期 為什麼你知道 像譬如說過年 像有時候假期越長 家庭成員相處的時間越多 那個暴力其實最多 摩擦越多 沒有錯 我那個之前 跑過台北市少年警察隊 那少年隊呢 他們有偵辦一種案件 很特殊的案件 他們在裡面找出這裡面 那個創傷真的一定要想辦法 去把它解開 那我們今天其實是談死刑逆轉 這個人也是惡性重大 殺警惡殺 他叫鄭姓哲 鄭姓哲 可是我們這個新任的這個檢查 總長袁大和 是幫他申請非常上述 這很少見 少見 對 這很少見 那我先請教阿賢財 為什麼要幫他申請非常上述 因為他這個判死刑的時候 一定是裡面有很多有爭議的地方 因為這個案子呢 我有研究過 那這個案子呢 現在這個冤雨平凡委員會呢 他們就是想要拯救這個案子 那這個案子呢 可能我們從警察現場的收證 還有很多認定上的問題等等 這方面我覺得都有問題 最主要的一個問題呢 就是說現在這個員警呢 他被殺 那員警被殺呢 他身上中了三槍 一槍是從右眼下進入 右眼下進入 那我們呢 可以用這個圖表呢 我這裡也有準備圖表 用這個圖表來做解釋 那這個是呢 對不起 我先講一下這個背景好不好 2002年的1月5號深夜 那鄭信哲跟有一個叫羅武雄的人 到豐原的十三儀KTV喝酒 那這個羅武雄呢 因為不滿坐台小姐不夠 在包廂就開四槍示威 那豐原警分局偵察員叫蘇憲 P P 曹P 郭文老師糾正你 是是蘇憲P 與同仁火樹到場 那這蘇憲P呢 衝入包廂就高喊說 警察不許動 那他是身中三槍殉職 那資源的警力當下 也朝包廂內開槍壓制 那這個羅武雄被警方擊斃 這個死在沙發上 可是這個蘇憲P這個偵察員呢 他是送醫不治 因為當時的背景是這樣 那所以 包廂內另外一個人就是鄭信哲 當時的泛濫現場應該是這樣 對不對 這個是羅武雄 鄭信哲是在這裡 下方 那這個就是蘇憲P 那蘇憲P就喊說 不要動警察 那這個羅武雄就開槍了 是這樣嗎 那後來這個門口的地方呢 也有一些 門口的地方呢 也有一些原警 就從門口 台口裡面開槍 對門口這個地方開槍 然後呢蘇憲P呢 他是蹲在這個 這是一個那個KTV的桌子 他蹲在這個地方 那最後呢 他是倒在那個地方 可是呢 他的手槍裡面 發現了他開了五槍 他也開了五槍 開了五槍 那現在一個問題是說 他五槍往哪裡打 沒有去做回溯 沒有去做一個重擊 對那個彈道 他現場有他的五個彈殼 他開了五槍 羅武雄不是身中兩槍嗎 看有沒有啊 對阿現在就是說 沒有去追蹤 這個也沒錯 追蹤 那這個呢 這個羅武雄呢 我們研判了 他一個一槍是在胸部的地方 另外一槍是在腹部的地方 但是我們這個案子 因為那個 袁平惠呢他有找我 那我們有稍微有研究過 那這個那一槍我們研判了 很有可能是從門口 當然也有可能是蘇憲兵 支援警力打的 是後來支援警力打的 不是因為他進去的時候 就有四個人嘛 不是只有他一個人 進去還有其他警力 他警力一進去以後 他們有的人 他是先到這個後面的地方 後來因為呢 他一喊不要動的時候呢 他又到這個桌子的旁邊 那桌子旁邊的時候呢 那時候就開始發生槍戰 發生槍戰 那這個門口的當然也開槍啊 可是開槍的時候呢 就最後就發現了 羅武雄呢 就倒在那個椅子上這樣子 可是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說 那鄭慶哲為什麼被判 現在鄭慶哲在這個地方呢 因為鄭慶哲呢 他另外一個涉及到的 就是說刑處的問題 刑處的問題 就是說呢 他當時呢 在警方的偵訊 跟檢察官問的時候 他有講說 有沒有開槍 他說我有開槍 可是後來發現 就身上有一些 比較奇怪的一些 一些傷勢等等 所以第一個被質疑的 他是不是有被刑處的 當然後來他就說他沒有開槍 後來沒有開槍 那這個裡面呢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他出現P他總共有三槍 所以我們第一槍呢 我現在用我的這個圖呢 來另外做一個解釋呢 第一槍的話呢 因為他在這個 第一槍的話呢 因為他在 他在那個 右眼下 所以你右眼下 打的時候呢 那檢察官跟法官的 研判呢 他認為說 這個應該是從 正信者的方向 打過來的 他認為這個方向 打過來 比較可能是右眼下 那二三槍是在哪裡 這是關鍵喔 二三槍第一個是從頭頂 打了以後呢 卡在頸椎 卡在頸椎 那第二個呢 另外一槍是從 右 右胸部的地方 皮下呢 打了以後進去呢 進到肝臟的地方 進到肝臟的地方 他那個這樣子 對 他站著 所以站著 但是呢 你從這個正信者這個方向呢 打不到啊 因為 他是蹲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那個方向從頭頂呢 打不到啊 所以呢 最後呢 要把他講說 都是他打的三槍 因為他中了三槍嘛 後來這三槍呢 經過鑑定結果呢 就同一把槍 同一把槍 那同一把槍呢 那時候呢 最主要是 遠景進去的時候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最後把那個槍 全部都拿到椅子上 拍完一張照片 對 所以 這張照片 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呢 因為這張照片呢 到底是哪一把槍 在哪一個位置 這很重要啊 那天羅武雄帶了四把槍 四把槍 對 其中兩把是制式的 兩把是改造的 兩把制式的他拿著手上 對 兩把改造的在鄭信哲呢 對 所以要拍也應該是 拍羅武雄拿著槍 因為他如果 假設拿著槍被打了以後 死了以後 他的槍會掉在他的旁邊 這是基本的邏輯啊 所以槍的位置就很重要啊 對 可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後來因為 大家警察就 那當場 請問一下 當場鄭信哲是整張好好的 都沒受傷嗎 他腳有被打傷 腳中槍 對 那所以 那他是 他是 開完那個 書憲P之後 腳才受傷的嗎 現在就不知道是 開完書憲P 還是 最後的時候 他才腳 什麼時候被打傷 不知道 可是現在有一個 很重要的邏輯 就是二三槍 我們稍等一下 我們先進一個廣告 先休息 這個案子有問題 我也覺得 現黑有問題 當初只要他那個槍的位置找到 他彈頭見到 就可以 好 我覺得 這個可能是當初 現場的收證不夠完整對不對 對 沒有錯 第一個 槍不可能排排的 這樣子拍 這樣沒有辦法證明他的位置 對 那再來就是說 正信哲是 腳上那個 那一槍 被開槍打中 是被誰開槍打中的 對 所以那個 基本上就是你每一個彈道 包含門口的有幾個員警 那你員警打的時候 我站在這裡打 那個槍打了以後 一定有一個方向 那方向一定 假設打到東西 打到人都好 它一定有一個彈道 那彈道你要每一個 每一個都要拉 即使你有50槍100槍 你都要去拉 可是他會不會是 現場要趕著救這個 增線兵 其實我可以解 現場也可能很乱 其實我覺得我可以解釋一下 為什麼警務人員 他們不是第一時間 照理我們理論上應該是 槍枝應該掉到哪裡 就應該要收證 就要拍照 不能去動他 可是為什麼警方 會去動他的原因 是因為警匪槍戰 除了救人之外 還有 就是說第一時間 先都把他拼著 就是這樣對不對 你把他拼著 沒辦法打死 然後他們也怕說 歹徒再去拿那個槍 所以他們第一時間 做法都會怎麼樣 先把在地 有多少歹徒的槍枝 先收起來 放在桌子上 沒有想到拍了這張照片 以後糟了 因為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分辨 到底那個位置 是在什麼地方 還有除此之外 這個我個人也認為 鄭信哲這個案子 是有問題的 當然 當然這個 我現在說有問題的是說 你要判他死刑是有問題的 那最可惡的這個羅武雄 他已經在警匪槍戰的過程中死亡 那一天 我們現在 阿神塞講的是那個證據 我現在講的是一個場景 我請大家想像那個場景 這個KTV13儀呢 事實上還寫了一本書 13儀 KTV殺人事件 13儀我們現在想想 羅武雄 他們總共七個人到了裡面 還有一個女的 進去了以後 因為歡喜爽 結果他還要叫兩個小姐來坐台 他一爽說先開一槍 拚一槍 打一槍 打天王板把人嚇一跳 今天要放跑 心情好要放跑 先開一槍 先開一槍 後來不是要叫兩個小姐嗎 只進來一個 然後羅武雄他就 沒送 然後他剛才心情好要開槍 他現在心情不要也要開槍 所以他就打高粱酒 他桌上高粱酒 然後甚至於打射穿到對面的那個 大槍裡面的射穿過去 開了三槍 就高粱酒更大過 對 所以他總共開了四槍 開了四槍 開了四槍以後就有人報警 報警以後他們輸線批 他們才會來對不對 小隊長還載他們來 總共好幾個警方趕快趕來 進來以後 其實蘇姓原警他就有跟他講說 不許動我是警察 這樣子 那你想想看 剛剛說了 心情好也要開槍 心情不好也要開槍 已經捏空氣笑 就在那種狀況下呢 他就先朝蘇就 砰就開槍了 再來就是警匪槍戰 蘇就中槍 然後呢 其實他的同事也有開槍 雙方各開17 共開17槍 大徒這邊有開了8槍 也就是9 大徒加碼都做2個 9槍 那天喝酒幾個 兩種小人在裡面 然後呢 其實除了他之外 還有鄭信哲跟另外一個也中槍 鄭信哲的腳中槍 你知道嗎 所以他骨折 重點來了 重點是在什麼地方 警匪槍戰對不對 蘇姓原警後來送醫院 隔天才死 然後羅武雄他就當場就死了 然後現在重點來了 那為什麼會在場這麼多人 那中槍也有他人 為什麼會跟鄭信哲有關係 是因為當時偵訊的筆錄的時候 鄭信哲說 我也不知道 那天為什麼突然間 一片空白以後 去做這些動作 我就站起來 去拿了羅武雄的槍 然後就朝這個警員 又補開了兩槍 那兩槍說 這上面那些致命的槍 是我開的 是因為這句話 到後來他翻供 他隔天就翻供了 他後來就翻供 重點為什麼 會判他死刑確定 因為他的手部 有火藥的殘疾 就是 開過槍 重點來了 我們都會認為說 有開槍的人 你手就一定有火藥殘疾 KTV裡面的包廂 是一個密閉的空間 你要考量到 它是一個密閉的空間 現場總共開了 那麼多槍的情況之下 火藥的殘疾 是有可能掉到他的手上的 這不是不可能的 再加上他的腳已經中彈 而且是開放性的骨折 那麼 到底是他去 真的去拿槍來 開了以後 才被中彈的 還是中彈的 中彈了以後 他就不可能去開了 因為你會流血 因為他有說 我後來中彈 我根本就沒有去開 我出在那個地方 然後我中彈了以後 我拖著走 那個拖痕是符合的 還有重點來 他都拿四機槍 羅武雄拿四機槍來 兩隻這隻的 就是打死蘇 蘇憲批的那個子彈 是制式的 克拉克的手槍 打出來同一把 制式的這位手槍 這兩把從頭到尾 羅武雄都拿在手上 而兩把放在鄭信哲旁邊 因為他四把不好插 兩隻放在鄭信哲家是改造 事後也證實 四把槍都沒有鄭信哲的指紋 也沒有另外兩把改造 也沒有激發的跡象 是有同一把這個槍 而警方衝進去的時候 事實上 雖然羅武雄死了 手上還握有兩把制式槍 我問你 因現在我所陳述的狀況 你如何定驗他鄭信哲是死刑呢 那我問一下 這包箱有多少人 那時候包箱有七個人 對 七個人在 阿伯 董埃 董埃 孫孫 另外幾個都沒事 沒有人家 他都躲 他剛剛躲起來 所以現在最大的爭議點說 爭議槍 他幾槍所以大家就大 對啊 所以我剛剛最大的爭議點說 第一槍 你這個多近啊 會不會流彈所傷 沒有啦 當然如果你有看 他都會不會穿米槍 所以台語在說要聽 咧 對 但是那一個問題是說 那兩支槍 到底是不是自私的有一把是在鄭信哲 還是兩把都在羅武雄 這個變成有爭議 所以那些槍的位置就變成很重要 像我剛才開槍 所以我槍就在我的邊啊 很簡單 所以第一時間如果羅武雄手上握的那兩把槍 可以拍一張照片 可以拍照證實 都是自私的 那今天就OK啦 然後另外一點 就是鄭信哲那時候 他腳不是開放性骨折 有了不少血嗎 所以那時候警方當然指控說 他爬到這邊 跳過去 跳過來 然後開個二三槍 開槍再槍 那有可能第一槍爬後 我們講脫痕 他腳部流血你要有脫痕 這邊也沒有找到他血跡 然後你要跳過 大家都在槍戰 你跳兩個人過 開個二三槍 第一槍爬到我爬 我真心就爬 再跳過去 你跳起來 各位羅武雄手頭把他搶起來 不是啊 他搶第一的姿勢在他手上 在正經 假設啦 在正經的手上 第一槍是我開的 但是二三槍你的方向是不對啊 不是嘛 你如果要開槍 你怎麼再跳到那邊開槍 那是槍戰中 對啊 槍戰中大家明明 你如果站起來 你是一個目標 你站起來很有可能就被打到 所以這是邏輯 他是講到腳 不是講到眼睛 沒什麼眼睛是眼睛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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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那個呢 那個蛋殼 我們先講一個就是說 蛋殼 它已經開放性骨折了 開放性骨折 就是骨頭已經穿出來 那個肉外面了 才會流血 已經斷了 照理說它是沒有能力 可以跳過這裡 然後再來對它開槍 對 那剛剛講到說 剛剛講到說 剛剛講到說 他的那個 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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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鄭信澤平常的照片 可是他在偵訊筆錄的時候 也左眼左眼是腫脹的 對吧 對 為什麼會腫脹 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是在當時在警匪槍戰的過程中 撞到 還是說在逮捕的過程當中 太動作太粗魯 不可能 對 第三個就是我們最不想聽到的就是 會不會跟刑囚有關係 那但是這件案子 鄭信澤的部分對不對 他持有槍械 他幫他保管那個兩把改造 這個要辦他 那你要定他死刑 我不是說死刑 原警死的不明不明 不是這個意思 你要定他死刑 你一定要讓他無懈可擊 你知道嗎 而這個案子他還充滿了很多的問號 而其實歸根結底一件事 2002年那時候發生的時候 在包廂的時候的收證不夠 包括監視收證不夠明確 我們應該這樣講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沒有啦 你跟他槍沒有他的指紋 又沒有太槍的指紋 而且彈殼是在羅武中的 對 那個巨字的槍的彈殼是羅武中的 所以其實阿先生 如果是要判他死刑 至少他說他有開槍嘛 對 三槍嘛 那所以他至少槍上要有指紋嘛 要有開槍的那個 後來還會有指紋嗎 所以這個指紋呢 當時我剛剛講 因為槍戰 大家以前很緊緊的 等於是情緒都在很亢奮的狀態之下 如果人都出來 大家爬出來 一個一個爬出來 那爬出來 爬出來之後呢 原警就很重快收一收 可是在收一收的時候 你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包括你的彈頭 彈殼 還有呢 那個槍的原位 大家都 沒記得了 然後沒有去注意到這些問題 先生我問你 因為我們沒有開過槍 如果我這樣的距離開槍 彈殼會掉在哪裡 一般彈殼 如果說它是那個 我們一般自動的 所謂克拉克的 會往右後方 右後方 所以一定 我是羅武雄我開槍 彈殼一定會在我附近對不對 所以呢 以這個圖來講呢 照理講你由那個 鄭信哲 鄭信哲來開的時候 鄭信哲開的槍 應該會在這小茶几的壁裡 但是呢 結果呢 現在所有的彈殼 都在羅武雄的附近 都在他周遭 所有那個開槍的 那個制式的克拉克的槍 所以只能證明說 開槍的位置都是從羅武雄 那個位置開出去 對 所以二三槍也證明 那個法醫跟建設人員 也證明說 二三槍必須從羅武雄的位置 才能造成 你現在 如果鄭信哲第一槍 假設是他開 可是也有可能羅武雄開 那你二槍 二三槍必須 也許腳受傷了 你要跳過兩個人 開之後又跳回來 這個邏輯同不通 這邏輯同不通 沒有通 沒有通 所以現在的問題 還有上面沒有找指紋 當然這個你事後 一年後把棺材去 種那個指紋 沒有找到 沒有找到 到底是不是你用的 那指紋 因為隨著時間慢慢都會消失掉 這是一個大問題 還有那個彈道 到底呢 蘇憲坪 它開後 裡面有五個彈格是它的 它能往哪裡打 那個彈道方向 還有呢 羅武雄 它中兩槍都穿過去 那個彈道跟彈頭 都沒有 就你 美人姐 你打會往這個方向 你打會往那個方向 我打會往那個方向 一定有一個方向 我不會 他跟我關係還不錯 對 但是你打我也知道 你要牽手拉手 背後下手 沒有啊 你這樣打 不能為這個方向 先生我問你 我為這樣打 也是在我附近嗎 對啊 我打這裡 也是在我附近嗎 所以一定就是 但是可以拉那個彈道線 那邊是從你哪裡來的 你為這也能扭到這三十四十多 那現在檢方 檢方現在的說法是說 那個鄭信哲來到他家 把他穿起來 所以 那彈殼也是掉到這附近 他現在的說法是這樣 對對對 所以要證明鄭信哲 他現在 必須要到這個位置 才能夠開槍 對 二三槍都必須到那個位置 才能開 現在幾乎認定 那如果他有開槍的話 那支四把手槍裡面 一定有鄭信哲的指紋 當然這個指紋 比如說一年後 對一年後 四基層都沒有他的指紋嗎 就是一年後 當初就是說 這個沒去 等於是也許有疏忽了 所以指紋 可以拉多久 指紋也不一定 但是你現在 有一種 有一種會有重疊 你像那個背 還是那個門把 我們門把說 開門出去一張指紋 那幾百會在那裡 你也不記得 你也不記得 我們剛才看到那張照片 有沒有 四把槍都在一起 對不對 請問拿的時候 當時在亂成一團的時候 拿的時候 他會戴手套去拿嗎 不會 所以那個 其實就算有的 也已經被掩蓋過 或抹掉了 都會污染掉 這些都是考量之內 但是沒有做 你第一時間沒有做 就不對 你都要做 那沒關係 我請教小太 等一下 那些人有證人啊 證人大家都沒有 沒看到 比較沒中情 大家都沒有 這到底是誰 我意思是 瑕疵現在太多了 不是 證人可以證明一個 證信者有沒有跨越他們 未必啊 未必能證明 為什麼不能 原來有兩個證人 原來有兩個證人 證人證實 等一下 那個圖可以看 有沒有跨過去 你們講到重點了 本來有兩個證人 證信者要跨過來的時候 你說還沒有 是不是有兩個人 還有人 這樣說有兩個 證人可以證明 沒有兩個人證實 第一時間證實說 證信者有幹 有殺 後來又全部都翻功 對啊 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那他為什麼這麼說 那個關鍵是很重要的啊 可是我覺得 嚇過沒有嚇過 真的沒有 那個證人規定很重要 重點是 重點是 他已經開放性骨折 照理說 他如果要來這裡 要有血跡啊 問題是沒有 但是沒有血跡啊 對啦 這個才是科學 國務總我們研辦 很有可能是被門口的員警打到的 因為他的洪湧 我們拉那個 我們看那個線 大概方向 可能是從門口的方向 但是呢 到底這個 蘇憲兵呢 他開了五槍 這五槍跑哪裡去了 還有這個門 門口 到底是 往哪裡打的 總共17槍啊 那往哪裡打 現在是一個關鍵 那時候 買一個月的孫 也沒想到說這塊這麼壞 對 其實他還沒想到 對 對 警察不惜這種靠 要一直打 所以這件案子 基本上 鄭幸哲 他還是必須要服刑 可問題是 到底是不是服的就是死刑 因為死刑 無可逆 你知道嗎 我們要就事論事 要判死刑 檢察官一審 二審 三審 對吧 瑕疵這麼嚴重 是要聽那個官 大家都OK喔 我們先休息 儘管夠 因為他也可以引用一些對 KTV KTV小姐 風險很高 對 公光小姐 公光小姐有 歡迎回到現場 問一下 那2002年的案子到現在 他也怪他十幾檔了 對啊 現在已經 平案了 現在是非常上訴 不然你已經等待執行 那一段要請 已經三審定案 他2002年沒多久 就確定死刑了 沒有啦 審太不久 好像有一段時間 來來回回 審二審三審 最高來回 一二三來來回回 只是說他定業 定業以後 因為新任的檢察總長 嚴大和認為 這個案子確實有一些疑問 那你要死刑之刑 那是誰幫他求情 不是 其實有很多的團體 幫他求情 有冤屏會 第一次要拯救這個案 還有監察院也有調查報告 主要是監察院認為 確實有問題 然後嚴大和檢察總長 他才 有了這個監察院報告之後 我聽詞提起的非常上課 我知道 我們今天討論你說 該死也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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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我為什麼這樣講 真信指揮也不是第一件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你 其實我們有一位執行的 執行課的女女性檢察官 在最後一關要執行槍決的時候 那是我們台灣地區罕見 槍下留人 你知道嗎 包括胡關寶 他要槍決的時候 跟華巴拉勤跟檢察官說 留著我 很多台灣四大學 你就可以知道真相 還有一些資訊 後來決定 我們自己辦 還是把它槍決掉 你知道嗎 那我說的這個女性的 這個執行課檢察官 是在到後來 這個馬上要在刑場 要槍決這個 我不服 我真的不應該 最不及死 有問題的是怎麼樣 後來他翻了翻了翻了 真的有問題 你知道嗎 結果後來就暫緩執行 然後真的 真的把這個有問題 議員告中會 刀下留人 沒有錯 結果 親猜大人到 結果沒想到 他的死刑定驗 實行在刑場就要槍決了 結果因為他喊冤 你知道嗎 而且檢察官發現真的有問題 然後他最後無期獨行定驗 這個案子是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反對廢死 跟你死刑一定要百分之百無瑕疵 對不對 我們盡量直接做 因為不可逆 你把它槍決掉 萬一他是原往像江國慶這樣 就不可以了 所以我剛剛那個問題就是說 瑕疵這麼多 為什麼會一審 二審 三審 這樣一直過 其實我們覺得 有時候是這樣子 其實很多案子都是這樣 因為大家可能 這是一個社會重大主務案件 我覺得常常都是 卡在這個東西 重大主務案件 所以警方第一個 急遇想要破案 檢察官指揮辦的時候也